分頁、頁守與頁穩 頁穩 當我們文章編輯的時候 排版上面的需要 假設我們這裡需要一個Page 這裡也是一個Page 這一段落也是一個Page 之前很多人常常會用EnterEnter 把它切換到下一頁這樣子 這樣子的做法是錯誤的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當我們要把這一段落 變成另外一個Page 應該是 插入 段頁 段頁 他就自動切成 下一頁 這一段就變成下一頁,這一頁需要變成 下一頁一樣插入段頁 這樣子他一個Page 就是一頁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各種調整 比方說我做自行的放大 縮小 還有各種設定 這個時候他不會影響到哪裡 下一個Page的 排版 即使你這一頁超過了 一個頁面 他也不會影響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些 讓他 超過一個Page 這一個段落超過一個Page 他還是不會影響到下一個頁面的排版 因為他會從另外一個Page 重新獨立開始 這是分頁 分頁做法插入 斷頁 另外字 夜首與夜尾是指 我們這一個Page上面 上面還有一些空間 那我們通常在一些文章上面 我們會做了什麼東西 夜首與夜尾 比方說 上面我會標示 這本書的 這個 文章的 抬頭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會放一些Page Page可以放在夜首也可以放在夜尾 那這些設定 在每一個Page上 只要你設定完他在每一個Page上都會出現 那如何操作呢 插入 裡面 會有夜首與夜尾 這邊夜首與夜尾 那你要插入的看是夜首還是夜尾 我插入夜首 用預設樣式來插入 比方說我這邊就寫 ODF 教育 訓 那我這邊打完 我在外面點一下 我們看另外一頁有沒有 每一頁上面都有ODF教育訓練 這是夜首 如果你要在夜尾上插入 有時候我們會在夜尾做什麼事情 可能說作者 那我們一樣插入 夜尾 一色格式 那我們插入的是 誰呢 也可以這樣做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插入 夜碼 像夜碼 我們有時候 會在這裡插入 夜碼 第幾頁 你看到的這是3是因為現在在第3頁 那我們在外面點一下 在後面呢 你看這第4頁 有人說我要第幾頁怎麼辦 那你就在這邊 打第幾頁 第 幾 頁 夜首 夜尾的設定 很重要 還有夜碼 還有分夜 這些在排版上面對你的文章編輯有莫大的幫助 說明